《詞曲》 《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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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提議 可以將中史變成一個必修科 取代通識 如果這件事真的會發生的話 那為什麼人們選擇中國歷史 而不是選擇世界歷史 因為世界歷史更加宏觀 為什麼要讀中史 而不是讀世界史呢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地方 一定會將自己國家的歷史 教給自己的同學知道 如果在美國讀書的話 你一定要讀美國歷史 日本的話 一定要讀日本的歷史 英國的話 一定要讀英國歷史 作為香港的話 香港是中國的部分 而我們來說 也是中國人 所以應該要讀中國的歷史 等於你家裡 你的家族的歷史 你一定要知道 我爸爸叫什麼名字 我爺爺叫什麼名字 我們的年代 如果讀文科的話 讀中國史 也會讀世界史 兩方面不會有衝突 我作為老師 我作為中國人的話 我覺得 我們的學生 一定要認識中國的歷史 通識 就是我講了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 其實就是希望學生 能夠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發展 未來學生所要掌握的 不是一些純粹片面知識上面的掌握 而是一個能力上面的掌握 即是說包括他能夠分析 他能夠了解 從而亦都有一個很好的價值觀 去面對各種問題 現在所有初中 其實都有中視作為必修的內容 即是說大家平均每個星期 上課應該有兩課的內容 是跟中國歷史有關的 我們就覺得 其實應該在初中的時候 每一個學生 都應該可以涉及到 我們的中國歷史 由遠古至到現代 都已經有一次認識到 整個國家的歷史 和和香港的關係 在裡面可以做得到 所以暫時來說 我們不覺得 需要在高中的時代 用中國歷史去取代通識科